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曾经被鬼压传过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 BGM关小一点 这个事情发生在 我奶奶刚去世没有多久 就真的是没有 可能一个月 几个月左右吧 就一个月左右吧 好像是 还是多久的 我真不记得了 我爸爸妈妈在 那个时候 在 某某某地方有一个 就是房子 里面本来 次卧 以前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 但其实本来是 应该好像是我的卧室来着 就有一天晚上 我在那边睡觉 我就躺在那个床上睡觉 半夜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突然 我就听到 很清晰的 在 窗外 路边 有一个老头的 咳嗽声 听到他咳了一声之后 然后我就感觉了 全身麻痹动不了 只有眼珠子能动 然后眼珠子转呀转 转呀转 转了一会儿 等了半天 我都还是动不了 然后再等了一会儿之后 我发现我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那是鬼牙床的情况 后来才知道 然后当我身体能动的时候 我就赶紧收拾我的床铺 我的被子枕头 回到了书房睡觉 然后从此 我就只会在我 在家里的书房睡觉 再也没有去 那个房间睡个觉 甚至都很少 再去到那个房间 好 故事讲完了 还有一个故事 是我妈妈讲给我的 你们想听吗 是我小时候发生的事 这个就有点恐怖了 这个比鬼牙床恐怖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带我去 澡堂洗澡 那时候我们 都是那种大澡堂 很多人 但是路过那个澡堂 有一个锅炉房 我们洗完澡 路过那个锅炉房 我妈说 我往那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回去之后 就高烧不止 怎么治病都 都 没法退烧 后来是怎么呢 后来是请了人 来家里 刷刷刷 做法 然后 做了一系列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反正最后 在一个墙角 放了一个纸 等了一会儿 有一双小脚印 在上面出现 然后我就好了 后来听说 是这样子的 当年的锅炉房 有一个小孩子 掉进去 被烫死了 然后就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是我妈 跟我说我小时候发生的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吧 但也有可能是假的 我也不懂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灵异故事 恶心的事情吧 就是 真就是恶心的事情了 就是以前 上初中嘛 晚上下晚这些 我回家 就是楼下没多少灯嘛 我回家 上楼梯就会爬得很快 对 你们也怎么 你们知道 那个柴道啊 就是我在上楼梯的时候 我都是几步一跨 几步一跨的那种 接听 然后我踩死了 两只小的 癞蛤蟆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 并且还是两只呢 因为这个事情 在我印象中 真的是太深刻了 我忘都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事情 我真的永远忘不了这个事情 就是 那个癞蛤蟆 它出现在那个楼梯 我几步一跨 几步一跨 根本没有 碰到 我就觉得我踩到了什么东西 我赶紧回到家 然后 不是梦到 是踩到 就是那种小的癞蛤蟆 然后 我小时候 就是我会 经常会去爬山嘛 我小时候 如果爬山 就是 山上不是有很多 就是别人的坟墓嘛 我一看到坟墓 我晚上必做噩梦 必做噩梦 各种噩梦 但是长大 就是比较大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了 可能是我小时候 比较 虚吧 各方面的虚 所以就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好了 我讲完了 等以后再有新粉的时候 我还可以拿出来再讲一遍 好无聊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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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